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每日一书》 本期要分享的书是《传染》 作者是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传染病流行病学系副教授亚当库哈尔斯基 他致力于使用数学模型研究传染病和社会行为的传播 曾参与过对西非埃博拉病毒、南美债卡病毒等疫情的流行病学研究 研究结果被BBC、华盛顿邮报等世界著名媒体广泛报道 在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 库哈尔斯基的团队是全球流行病学领域最活跃的研究团队之一 目前已在柳叶刀和自然医学等世界顶级医学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来看第一部分,用模型思维破疫疾病传染 我们都知道,不管是现在全球面临的新型冠状病毒还是2003年的SARS 都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世界各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出现了更多重大的全球疫情,比如艾滋病、大流感等等 但是,很长时间以来,面对疫情,人类能做的事情都很有限 每次新的疫情情况都不一样 病毒会变异、爆发的程度也都不同 每次我们总结的经验,并不足以应对突然发生的疫情 所以,作者认为清楚传染病的特征,分析传播模型和数据,追溯传染病的源头 这些都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至关重要 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流行病学研究,也就从这里开始的 20世纪以前,一直困扰人类的一种疾病,叫做瘧疾 在温带地区,瘧疾一直是常见的流行病 在20世纪以前,人们还不知道瘧疾的病因,更不知道瘧疾为什么会传染 一旦疫情爆发,除了治疗已经中招的病人,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它过去 但19世纪末,英国有一位军医,叫罗纳德罗斯 他下定决心,要破解瘧疾传染的秘密 罗斯首先证明了瘧疾传播的媒介是蚊子,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罗斯没有止步于此,他还要证明瘧疾的传播是可以阻断的 阻断的方法,就是控制蚊子的数量 可当时人们普遍的反应,居然是嘲笑罗斯 在他们看来,蚊子不可能消灭到一只不剩 既然不能,瘧疾就还是会传播 但罗斯坚信,用不着消灭所有蚊子 只要控制蚊子的数量,就能防控瘧疾 他是怎么证明的呢? 他说服一家机构在埃及的一座城市采取控蚊措施 那里每年都会爆发瘧疾,大约会有2000人感染 结果,控蚊措施的效果不错 当年感染的人数下降到了100人以下 虽然有了现实的证据,但还是有同行质疑罗斯 他们会说,就算疫情控制住了 也不能说明,就是因为控纹,没准是因为气候变了 那么如何证明这种干预是有效的? 如果预测到会发生疫情,我们肯定会做各种干预 努力避免灾难发生 最终灾难没有发生,到底是预测错了,还是干预有效呢? 面对这道难题,罗斯决定求助数学 他设计了一个数学模型,用模型来模拟疫情 首先,他要计算出特定地理区域内每个月的瘧疾 平均感染人数 这意味着将瘧疾传播过程分解成不同的基本构成要素 比如这个地区有多少人,有多少只蚊子 你就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指标,那就是蚊子密度 然后,你可以设定其他参数,包括已经感染瘧疾的人数 能够成功叮咬病人的蚊子占多大比例,还有能够再次传播疾病的蚊子占多大比例 这样,就能算出蚊子密度和感染人数,也就是疫情规模的关系 罗斯给自己的模型起了个名字,叫蚊子定理 后来,一个叫麦肯德里克的年轻科学家 他非常认同罗斯的思路 决心用这个思路,探索疾病传染更普遍的规律 他给自己设定的问题是,疫情结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当时,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常见的解释 有人说是易感人群逐渐减少,直到没有了 也人说是病原体的传染性越来越弱 麦肯德里克和同伴一起设计了一个数学模型 叫做SIR模型 SIR这三个字母,分别代表易感者、传染者和康复者 麦肯德里克发现 当疫感者在人群中占的比例足够小的时候 疫情就会开始逆转 这才是疫情结束的真正原因 换句话说 疫情会在所有疫感者都被感染之前就结束 群体免疫这个很有争议的概念 就是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得到的 SIR模型展现了疾病传染的普遍规律 但还无法解决疫情 那我们如何防患于未然呢? 在有关疫情的新闻报道中 我们听过这两个概念 一个是二值,也就是再生数 另一个是超级传播者 这两个概念 就是如今流行病研究领域最核心的概念 他们揭示了传染发生的原因 再生数值表示 一个感染者平均能再感染几个人 比如 再生数值为二 就是说 一个初始病例 平均会再传染两个人 再生数值大于一的时候 疾病才会持续传染 再生数值越大 传染的速度就越快 规模也越大 再生数值为二的疾病 爆发到第五代会有32起新病例 如果再生数值是三 第五代时就会出现243起病例 一般流感再生数值在一到二之间 影响相对比较小 2003年的SARS病毒 再生数值在二到三之间 所以会爆发疫情 很显然 再生数值最大的优点就是直观 一种传染病会不会爆发 爆发的速度有多快 规模有多大 一目了然 它还能帮我们评估应该怎么办 比如需要多少人接种疫苗 才能阻断疫情 如果再生数值为20 比如麻疹 每20个人中就需要至少接种19个人 或者说 接种率超过95% 才能阻断疾病爆发 那再生数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影响再生数值的关键因素有四个 分别是传染期 传染机会数 传染概率和易感性 假设一个人得了流感 传染期就是说 它在多长时间内会传染给别人 传染机会数是 它每天有多大概率会传染给别人 传染概率是它接触到其他人的时候 发生传染的概率 易感性 就是其他人被传染的可能性 这样 我们就得到了再生数值的计算公式 2等于D O T S D O T S 就是那四个因素的首字母 有了再生数值计算公式 我们就能明确应该如何防控传染病 流感爆发后 确诊病例和接触者要隔离一段时间 就是要错开传染期 流感期间 最好少出门 是为了减少传染机会数 戴口罩是为了降低传染概率 易感性的问题因人而异 不过有些疾病 比如艾滋病 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来降低人群的易感性 当然 在生数值描述的不是现实情况 而是整体趋势 在现实中 感染人数并不是两个变四个 四个变八个 而是遵循二八法则 在很多传染病疫情中 都是百分之二十的病例 引发了约百分之八十的传播 如果当个病例传染的人远远大于平均数 这个病例就是刚才说到的超级传播者 比如 天花这种病的再生数值 大约是五 也就是说 一个初始病例能传染五个人左右 但1972年3月 一名塞尔维亚教师得了天花 随后有38起病例都跟他相关 这位教师就是超级传播者 罗斯开创的模型 帮助人类找到了应对瘧疾 债卡 艾滋病 埃博拉等各种疫情的方法 汇集全世界所有的人 但遗憾的是 当年罗斯提出用空文措施 来阻止瘧疾的想法 直到很多年后才被广泛采纳 直到1975年 瘧疾才从欧洲大陆消失 再来说第二部分 传染的规律应用的领域 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 效果显著的网络营销 广泛传播的政治谣言 劫持电脑并勒索高额赎金的电脑病毒 这些现象看似彼此无关 但却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它们都是传染性事件 这并不只是一种通俗化的比喻 实际上 如果隐去标签 金融泡沫和麻疹的传播曲线 几乎别无二致 无论是疾病还是社会现象 传染的前提都是人际网络 而模型方法的核心 正是对网络的深入理解和调控 如今的我们身处在一个个复杂 并相互影响的人际网络中 如果传染规律 能解决流行病的难题 它应该也能解决 其他领域的难题 今天 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螺丝的思路 他们尝试用传染规律 解决各种问题 包括降低金融危机的风险 制造流行现象 减少暴力行为等等 金融危机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 但是它蔓延的原因 大多是人的贪婪和恐惧导致的 所以交易行为 不管是买入还是卖出 也会传染 比如 2008年的金融危机 跟房贷衍生的金融产品 有直接关系 在那之前 美国人对房价非常乐观 2005年的时候 有人问后来的美联储主席伯南特 全国房价都下跌 会发生什么 伯南特的回答是 那几乎不可能 从来没有发生过 在全国范围内 房价同时下跌的情况 这种对于上涨的错觉 是会传染的 这就是所谓的博傻理论 人们虽然知道 花高价买下某件物品是愚蠢的 但是却相信 有一个更大的笨蛋 会花更高的价格 从他们那儿把它买走 随着房价泡沫破裂 对于下跌的恐惧 也同样会传染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金融时报的一位记者 担心银行会倒闭 就来到曼哈顿的一家银行 想从账户中取些现金 他发现 银行里等候的人 已经排成了长龙 这些衣着得体的华尔街精英 都是来取现金的 现实的教训告诉我们 在金融网络中 交易行为会传染 从传染的视角来看 金融危机和传染病 疫情遵循相同的规律 从曲线的形状上看 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 和接下来的暴跌 跟麻疹或其他传染病病例的出现和消退 几乎完全相同 这个视角彻底改变了人们思考金融危机的方式 也为应对金融危机提供了新的思路 2008年以后 各国央行都开始研究网络结构如何扩大传播 这个理论是性传播疾病研究者在20世纪末提出的 银行也开始借鉴传染规律来预防金融危机 如果把金融危机看作疫情 我们就可以像防控疫情一样 通过控制公式里的变量 降低危机爆发的速度和规模 比如 如果让银行持有足够的资金 就可以降低它对危机的易感性 但作者说 金融危机并不能预测 首先 因为数据有限 在研究危机发生的概率时 数据有微小的偏差 都会导致结果有巨大的误差 还有就是人类的行为 和想法太过复杂 观念和行为到底是如何传染的呢 日常生活中 我们每一次购买产品 每一次转发消息 其实都可以看成一次传染 那么 有关增长和流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罗斯在研究瘧疾传染的时候发现 传染现象有相通的趋势 会表现为一根拉长的S曲线 一般情况下 刚开始的时候 被传染的人会呈指数级增长 增长速度不断加快 随后 增长会逐渐慢下来 直到最终停止 到了20世纪60年代 S曲线被应用到社会学领域 研究传播现象 而且大受欢迎 创新的扩散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观点 新理念和新产品在接受早期 普遍符合S曲线的趋势 随后 一位营销专家拓展了这个理论 并且成功预测了新产品的销售趋势 1966年 彩色电视机的销售大量增长 当时 整个行业对销售预期都很乐观 觉得销量会持续增长 但这位专家预测 销量会在1968年达到顶峰 然后呈下降趋势 事实证明 它的预测更接近现实情况 2018年 研究者用同样的规律 分析了纽约时报畅销榜中的畅销书 他们发现畅销书也会遵循固定模式 大多数畅销书的销量都是一开始增长很快 在出版后大约10周内达到顶峰 然后下降到很低的水平 平均而言 95%的销量都集中在出版后的第一年 而其他书籍绝大多数根本不会流行 微软团队发现 在推特上 大约95%的推文根本就没人转发 剩下的推文 大多数也只是被转发了一次 其他在线平台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用传染规律来看 网络上的大多数内容的再生数值都不到1 没有传染性 另一项研究指出 从2014年到2016年 脸书上那些最流行的内容 再生数值也就在2左右 但也不要灰心 作者说想让传染性不那么高的内容流行 也是有办法的 比如 可以引入更多的传染源 也就是所谓的广撒种营销 如果给很多人都发一条传染性不高的内容 在随后的小规模传播中 它就会引起更多的关注 美国的新闻剧和网站BuzzFeed 早期的许多内容 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流行起来的 2013年 BuzzFeed已被评为脸书上 社交性最强的发布者 它的评论 点赞和转发分享 比其他任何组织都多 无论是疾病还是社会现象 传染的前提都是人际网络 而模型方法的核心 正是对网络的深入理解和调控 如今的我们身处在一个个复杂 并相互影响的人际网络中 从传染的角度去审视和应对各类问题 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全新的启示 好了 传染这本书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